大家好 批评书 乌克兰打仗,打的不行了 各个国家都在那里拯救自个儿的公民 撤侨 乌克兰的公民是可以去周边的国家 比如去波南,去这些个地方 完了以后逃难,现在说有180万人已经逃出去了 但是还有很多人没有逃出去 但是你是在人在乌克兰的其他国家的公民 你只是一个在那里定居 你没有他的公民的身份的人 你想逃到波南去战事避一避,难度有点大 所以这个时候很多人就琢磨着 哎呀,还是咱的祖国亲 习主席永远是为人民服务 咱还是回去 所以今天就跟他讲这个段子 挺有意思的 这个王毅,外交部长发话了 说党中央习主席牵挂每一位在乌克兰的同胞的安危 担心你们怎么的怎么的 公开的表示 党国家国务院 习主席高度牵挂每一位在乌同胞的安危 完了以后呢,想办法把这些人给搞回南 祖国任何时候与你们在一起 这个东西以前我们看 看这个中国的厉害了我的国的电影 说你这个护照上面写的有字 你在任何时方,任何时候,任何地点 你的生活都是强大的,鸡国 熊鸡一叫,就要掏你的钱 所以挺有意思的 但是乌克兰的这个中国华侨 有些人的脑袜子挺好使的 他们说有的人就是乔装打扮一下呗 乌洋乌洋的是不是 你找个地方躲起来呗 还是有地方躲在这 因为乌克兰有这么大一国家 不可能每一个地方都战火纷飞的 先躲一躲呗 有些人脑袜子挺好使的 还有些人有身份的就赶紧去其他的国家避一避 但是还有些人就这个时候老子就进水了 还是要回来 结果发现回来就出事了 就是滞留在乌克兰的中国人 如果要回中国的话 首先要交天价的包机费 就算顺利回国 也要支付上万元的酒店隔离费 是不是 所以这个东西啊 中国的人呢 真是哭晕在这个细胞子的怀里 不知道怎么办好 然后呢就有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很好玩的一个段子出来的 我跟大家念一念 完全是从网上看来的 说大家好 你好 我是乌克兰车桥包机回来的中国公民啊 看到没有中国公民 华侨 我们3月7号乘坐中国南航车桥包机 于3月8号到达河南郑州机场 一怒非常感谢祖国对我们的关怀 但是到了郑州真的是让人非常的心寒呢 我们飞机7点20多啊 早晨7点20多就到达了机场 完了经过数个小时的核酸检测海关检查等等 终于来到了这个郑州市的一个叫做新郑国际庄园酒店 这个酒店名字很好啊 很高大上啊 我们极其是叫做明不复食啊 说这个到了这里呢 要求我们必须一个人住一家 是吧 我和丈夫带了一个不到两个月大的一个 baby 因此要求呢 夫妻要共同隔离 为此呢我们也申请 因为孩子太小 一个人不能照顾 才才才才才两个月嘛 是不是 所以呢 这个 特别是那时洗澡这些对于新手 父母来讲都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孩子每晚的三个小时要我一次哪儿 两个人的患者才能休息 希望得到领导们的理解 但是有关领导回答我们说 爱他妈住不住 不住就给我他妈滚出 为此呢我们从11点僵持到下午3点 没有任何结果 没有人理我们 还动不动往我们身上被消毒水 我的身体不好 也把医院的报告给他们给看了 挺有意思吧 给他们看了 但是没什么暖用 知道吧 说这个必须的啊 不要 不是要死的病 除非你要死了 不是要死的病 就必须要担任隔离 申请是无望 所以我们就只能入住呗 进去一看我的一个区域啊 说这就是一个荒废了很久的破损的 废弃的一个招待所 里面的设施成就不说 床是塌的啊 床单脏的是不要不要的 空调水池哪哪都不 没法看没法用 送来的饭呢也是冷的 而就这样的酒店还收我们一万多 我们在国外从乌克兰出来啊 辗转的摩尔多瓦 罗马尼亚处处得到各个国家人士的帮助 特别是华侨商会和使馆的光怀啊 倍感温暖 但是在这里却让我们感觉到鸟 自己是个不受待见的难民 有些寒心 一心的盼着回到祖国的怀包 回到家 可是家人呢 却这样对待我们 我知道这封信不会有什么结果啦 因为我们无处讲理 我们以为回到了祖国的怀包 就踏实了 可是回来祖国 我要和我的孩子分开十四天 我不知道他爸能否照顾好他 这样阴冷的天气 昏浊 他有没有奶吃 会不会生病 哎呦这怎么办呢 急死个人呢 都知道吧 哎呦 说这个在国外周车劳顿 他都没有病倒 回到祖国怀抱 回到习主席的裤党里面啊 反而是特别担心了啊 家庭隔离政策 全国很多地方都是有实施的 为什么河南就不能有力 说白了还是要为了利益吧 这么破的地方收费四百一天 三四星级了 什么都是一个领导说了算 人道主义在哪里呢 以人为本在哪里呢 我说实话 我不应该这么 用一种非常细略的啊 挖苦的手段 念人家的这个公开信啊 不容易真的 想想自己从这个欧洲 这个这一路PDRP那 赶回到习主席的裤党里面 祖国的怀抱 结果就这样 关键是余心不忍是吧 你小孩才两个月 你跟妈妈隔开了 你小孩吃什么呢 难道真的是他的爸也是一个LGBT吗 是不是搞一个什么 搞一个带着胸带一个女人的文胸 知道吧 完了以后塞那牛奶 然后再搞一吸管是吧 假装乳头让孩子吸吗 是不是 这个美国有很多个变态狂 就搞这些事情 两个夫妻这个丈夫呢 是一男的 这个妻子呢也是一男的 因为我想起这个鲁迅的 鲁迅的嗓门秋叶 我家这个门前有一棵枣树 还有一棵枣树 还有一棵枣树 是不是这样子 我都忘了啊 反正我记得当时看到这个句子 我觉得经文天人 这鲁迅的文笔太好了 就是让人觉得怎么那么舒服呢 现在就是也是这样子的 是不是哎呦这个 我家有两个这个长辈 一个是爸爸啊 他是一男的 还有一是妈妈 他也是一男的 现在这个中国的这些个夫妻关系 也到了这么高级的程度了吗 自由主义进步主义啊 多阳性啊 你以为呢 哎呦喂真是我不知道说什么 不应该这么嘲笑他的啊 因为不容易嘛是不是 我就一句话你回来干嘛呢 难道不你不知道你心里没点数吗 你不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吗 难道你不知道中国的疫情的管制封闭 是全世界最最残酷的吗 难道你不知道共产党是人家共产党的党 共产党的国 中国是共产党的国 不是你韭菜的国 你以为你真是赵家人啊 你如果是赵家人的话 肯定给你安排了个好酒店 你一个批名一个屌子 你跑回来干嘛呢 所以我说实话 这还是脑子进水 这个时候你不能回来 不要觉得一战乱呢 回去有些个在美国人也是这样子的啊 说这个美国不行了 我回中国吧 你死都死在那儿 你知道吗 我说你今天你看我的节目啊 你看了你就听我一句话 你死都死在那儿 就乌克兰哪怕是战火纷飞 也他妈的比中国国内强的十万八千里 你知道吗 是真的 那我跟你说实话 那你的政客是很流氓 是都是一群坏蛋 但是他是他们之间是相互折腾 他们没有空去管老百姓 是吧 至少你你你你你 没那么的残酷 比中共要好那么一丢丢 有很多个办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第一你可以 如果你是个中国公民 你搬到那个了不拉屎的地方去啊 乌克兰那么大的地方搬到村里面去 是不是 然后我先注意到这在说呗 等欧国这个战断呢就再回来吧 哪有那么长期的事情 是不是 第二是什么呢 你可以围随这个难民呢去其他的国家啊 是不是 第三你说实话你在乌克兰你 你帮你享受人家的生活 你可以去参军啊 可以去打仗啊 是不是 你可以去保家为国啊 那也是你的第二故乡啊 你说是这个道理吧 你说人家俄罗斯都打到你门口来了 都让你生活过不下去了 我应该是什么呀 应该是恶想胆别人家干他的 是不是 我不会打枪 我还不会打炮啊 是不是上个打啊 最不应该你最不能理解的 最不应该选择的方案就是从乌克兰 吭哧吭哧的回到中国 这好了吧 我告诉你啊 这还没得完 你到了14天以后 你以为你就是你可以就出来了吗 出不来 到时候就说给你检测 每天等你捅啊 要么捅菊花 要么捅皮尔 完了捅完了以后 你又不懂 是不是 共产党他就是 我说你是阳心 你就是阳心 或者是不确定 反正给你搞一个东西 是不是不行 你14天到了不行 再隔你几天 再隔你14天 那个什么 那个著名的演员 比你好小的 比你有身份吗 陈冲是不是 妈妈去世了 回到中国想去给妈妈送终 是吧 结果人都已经回中国了 就是见不到老妈 老妈最后就是在陈冲啊 陈冲啊 你怎么还不回来啊 在孤独绝望和盼望中 啊 离开了这个世界 为什么 陈冲在隔你啊 开始说隔你7天 后来7天到这不行 你这个身体状况不不不不稳 再隔你7天14天 14天到那还不行啊 所以给你28天再给你14天 你等什么呢 脑妈都走了 所以我跟大家说啊 世道纷乱真的是 流氓做妖 这是一个败坏的时代 窝在你的家里面哪里也不去 知道吧 真的不要做国际飞行 不要搞什么各种幺蛾子 好好的待在家里一家人啊 吃吃喝喝的把这个时间熬过去 这个世界不太平你知道吗 还有就是什么再怎么无路可退啊 那天都塌下来了 那也不能回中国好吗 哎 友情提醒各位兄弟姐妹啊 关键时候不要不要不要错误 关键是什么 你回去以后你再出来出来呢 你明白吗 哟诶真是的 你怎么能够回去呢 你真是哎呀 说多了都是累 什么人都是 谢谢